現場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漢高的業務張子彥 很榮幸今天由我來跟各位介紹螺絲膠的正確使用方式 那今天我在這邊特別準備了一個 透明的 這個 壓克力製作的螺絲孔 那這個工具它總共有 三個洞 那其中呢 各位在螢幕上可以很清楚看到一個是穿孔 那另外兩個是盲孔 那這個工具呢等一下我們會來做一個絲膠的動作 給各位看一下螺絲膠的使用 對於在這個孔位膠的這個分布狀況是怎麼樣 那各位知道各位如果有用過螺絲膠呢各位知道其實 螺絲的這個 使用上膠之前呢 其實是應該要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我們在原廠的使用規範上面我們是建議客戶 必須要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因為呢大部分的螺絲呢在生產製造的過程當中 他為了防止繡使或者是一些功能性 的這個要求 通常會做一些表面的處理比如說像電鍍 那在電鍍的過程當中呢由於這個 電鍍的廠商呢他們的潮液呢可能不會是 隨時在更換 所以在電鍍過程當中會有一些髒汙附著在螺絲的表面 所以呢在使用螺絲膠之前呢 我們都會建議客戶要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這是最省成本的清潔的方式 好 那在這裡呢我準備了兩支不同的 這個 螺絲膠 那其中一支呢是相對黏度 較高的螺絲膠 那另外一支呢是滲透級的這個螺絲膠 那等一下呢我來示範給各位看 不同的螺絲膠他在使用上面他的表現 好 首先呢 我使用這個 粘稠度相對較高的這個螺絲膠來示範給各位看 我們在 正確的螺絲膠的使用方式 應該要怎麼樣子塗 才是正確的呢 好 首先呢我將這個 這個 壓克力的這個小道具呢 等一下我會上膠之後把螺絲鎖進去 好那 第一個 我們先來鎖這個 穿孔的這個孔位 好那 首先呢我們將這個螺絲膠塗在螺絲上面 各位知道在我們以前的影片裡面有介紹過 螺絲膠的塗附呢通常都是從第二牙之後 往後塗抹 我塗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那在塗抹呢我們建議呢 是可以繞 是必須要繞螺絲一圈 的方式去進行塗抹 如果說呢客戶對於這個 如果螺絲的密封有特別要求的話呢 那 塗一圈是必要的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將螺絲鎖入這個小道具裡面 各位可以觀察我在鎖附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膠呢 隨著螺絲 帶進去這個孔位裡面 各位可以從螢幕上 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膠呢隨著孔位 螺絲的鎖入呢 這個膠體呢大概差不多滲入大概有 1.3到1.2個螺絲的深度 各位如果在螢幕上可以看得清楚的話 那其中有一個地方是 要請客戶特別 注意到的 就是如果你的螺絲鎖附 是有考慮到這個螺絲 螺紋的防漏 這個訴求的話呢 當我們鎖入這個螺絲 之後 必須要注意到我們在 外圍的部分 也就是它的液膠的部分呢是必須要連成一圈的 而且不可以有斷膠 有斷膠的話呢會造成你將來 因為在這個螺紋裡面的膠量不足 而導致 洩漏的情況 所以如果 各位對於這個 螺絲 螺絲的這個縫隙有洩漏上的要求的話 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 接下來呢我們用同樣的方式 我們來鎖第二個孔位 也就是這個 盲孔的位置 一樣 我們上膠呢 一樣是從第二亞開始 我們上一圈 各位注意到 這個孔位它是一個盲孔 我們在鎖入的時候我們觀察 這個螺絲 螺紋裡面 的這個狀況 這個 各位注意到 我們在 外圍的部分 在這個 螺孔的表面的部分 我們會看到一些 裡面有空氣被擠出來的情況 因為呢它這個是一個螺絲孔 它是一個盲孔 那盲孔裡面我們在鎖入的時候呢 裡面的空氣 會被從這個螺絲孔的 這個 縫隙被擠出來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其實 螺紋呢 裡面的螺絲膠其實是並不多 它會被裡面的空氣擠出來 但是呢 如果我遇到 盲孔的位置 我應該怎麼撕膠呢 我這邊做個示範 我們將螺絲膠擠入盲孔裡面 那接下來呢 我們直接將螺絲 鎖入 各位從螢幕上可以看到 我們的螺絲膠呢 被從這個 縫隙被擠出來 這個部分呢 盲孔的 濕膠方式 我們會建議客戶直接將膠 點入在這個盲孔的位置 然後去進行鎖附的這個 應用方式 這個避免呢 因為像我們中間的這個 盲孔 在鎖附的過程當中氣體被擠出來而導致膠體被擠掉 這個是 螺絲膠在使用上 我們原廠建議的一個使用方式 這個是 相對高粘稠度的 膠水的濕膠方式 另外呢我們也有一種滲透級的這個螺絲膠 滲透級的螺絲膠呢 它的粘稠度 它跟水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個東西呢是滲透級使用 那我們在使用滲透級的材料 最主要這個應用的方式是 當客戶 有很多的螺栓 已經所附在弓箭上面 拆卸它 會對客戶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困擾的時候呢 我們會建議客戶使用滲透級的螺絲膠 那各位可以從這個我們的畫面裡面看到 滲透級的螺絲膠呢我們從外面 從外面這個點膠的時候呢他會 因為紅膝作用的 這個方式 而滲入到這個螺絲的 縫隙裡面 那 這個東西呢是我們為了客戶 無法拆卸的情況 所提供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當然可能會有的客戶問說那我滲透級的螺絲膠 我是不是可以用在 這樣子的一個應用的這個 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如果滲透級的螺絲膠由於他的粘稠度非常的低 所以當你在點螺絲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垂流 會垂流到地上而把客戶的這個 空間污染 那這個時候客戶可能會 覺得很吐血 那如果遇到這種情形呢 我們建議客戶可以先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之後呢跟我們漢高的業務 或者是跟我們的經銷商聯絡 去尋求對的解決方案 好以上是我們針對今天這個如何正確使用螺絲膠的方式 給各位所做的說明 那如果 各位對於我們的頻道 覺得不錯的話 我們也歡迎各位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 分享我們的頻道給大家 以上是我們所做的說明謝謝各位 支持我們 支持我們 謝謝